福波山到了,门口有一个雕像 据说是因为唐朝的时候 给这个福波将军在山顶修了个祠堂 所以叫做福波山 福波山的门票是22 进去参观一下 这公园里面也挺漂亮啊 这个福波山它的景点 主要是在山脚下呢 先在山脚下转一遍,然后再上山 看这里有一个孔穴呢 这边是上山的路 在它旁边,这里有一个地下的洞穴 好像还挺深的 这里面也是大有来头啊 它叫做环珠洞 就是环珠格格,其实就是以这边的人物原形写的 进去探秘一下 桂林这边的山也是很奇特啊 有山必有洞 昨天去那个橡壁山也是 那橡壁山里面全是空的 三分之二都是空的 看这个里面也是 哇塞,这个洞好大呀 四通八达的啊 这还有洞中洞 这里面有个千佛岩 这里面墙上还刻的那些雕像 全都是这个雕像 它这洞是怎么形成的啊 以前这个是淹没在梨江下面的 后来不是它地壳抬升了吗 它就从水里面出来了 哇,这里面其实是地下暗河 哇,从这里就转过来了 太神奇了 哇,还有一层可以下去啊 太神奇了 这边就是梨江 这里还可以下去 哇塞,这里也可以转上去 这洞里面真是百转千回啊 我都要给它走一遍啊 哇,这是天然的溶洞 叫做千佛岩 这里又有一个观音菩萨的雕像 然后从这边又可以转下去 都是通着的 四通八达 我去 太吓人了 这些洞 要是没有灯光 可不敢一个人进来啊 又转回来了 这里面真的好大呀 刚才我看了一下介绍 这里面的石像呀 有大大小小三百多个 大多数呢都是建于晚唐时期 那也有上千年的历史了啊 然后我再去洞的其他地方转一转 这里好像有一个出口 哦,转到这个江边了 然后这里又可以转上去 哇塞 这又是一个洞中洞啊 走到这边的时候啊 视线豁然开朗 还可以走到那边去坐船 哇,这里真是太神奇了 然后这个江边的石壁上 还有摩押石刻 看这里有写的一个环珠洞 就是环珠格格的那个圆形啊 就是这边晋江王府的一个 王府的女儿 她的身世也是比较传奇的 后来她去了北京 死了以后就埋在北京的公主坟 公主坟就是因为她起的那个名字啊 哇,洞中洞 没想到北京的公主坟 跟这里也有关系 以前我在北京时候 对公主坟那里很熟悉的 看这块大石头啊 从这山上垂下来 它和地面是不挨着的 中间是空的 雕在上面呢 哎呀 这洞里的石壁上 还刻了好多的佛像 这是石刻造像 然后不光有佛像 还有字呢 看这个 各种写的很多诗 然后这里面也有 哇,这个小洞里面还别有洞天 但是现在这些客像都损坏了 没有保存完整啊 你看这边的这个雕像 光剩下一个影了 面目全非了已经 然后下面也有字 这个福波山的精华 全部聚集在山脚下 光是这些洞 都让人感到不可思议 洞中又有各种石刻造像 还有历代的这些题词 你看这个洞 这个是山洞的一个出口 它这个山体里面 其实都是空着的 它这些洞啊 都是连通的 你看这里又有一个 洞的入口 我进去再带大家看一下 我觉得太神奇了 它这所有的洞啊 都是通着的 从一个洞就可以走到另一个洞 它这洞是怎么形成的 其实叫喀斯特地貌 就是以前在水底下 洞中 山中有洞 洞中有水 水流冲刷 形成的这些洞 这些洞都是天然形成的 著名的橡皮山 它里面的洞被用来储藏桂花酒了 就是天然的一个酒库 然后这个福波山的洞 是放开让人参观的 哇塞 您是这个上面 感觉像一个黑洞一样 要把人吸进去了 这个洞里面凉稠稠的啊 感觉阴风正正的 它这个通风还挺好的 因为有好多个出口 这个风在这洞里面 来回的钻来钻去 冒凉气的感觉 确实是个天然的酒库 用来放酒真不错 好洞就看到这里吧 现在我去爬山 到山顶看看风景 爬到半山腰了 这里有一个亭子 叫癸水亭 在古代啊 这个梨江就叫做癸水 现在继续爬山 要一口气爬上去 这个山也没有多高的 五十来米吧 爬山太热了 我把外套脱了吧 今天桂林又是一个好天气 现在12月22号 今天是 然后白天是20多度 一点也不冷啊 就早晚有点冷 白天还是挺暖和的 走 到山顶了 看看山顶的风光 这个山顶很小啊 只有这么一点点大 不过这上面风景很棒 360度无遮挡 下面是梨江 然后那边是橡皮山 这边是王城 王城那个独秀峰 我昨天刚去的啊 那个是王府 王府处在这个桂林的最中间 这桂林所有的房子啊 都不能超过王府后面那个山 那个山60多米 你看桂林这边的房子都是 二三十米吧 五六层这种 然后那边是蝶彩山 一会儿去那里转一下 然后那边是老人山 这个山顶的风景比橡皮山风顶要好 因为这个上面是无遮挡的 可以360度看紧 橡皮山上面它是有一部分挡住了 但是这个上面比较小 这风顶只有这么大 啦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